一日三剑 作者秦如初 齐景公帅群臣到陈郊的小山上游玩 他望着不远处繁华的都城感叹地说 哎 假如从古至今人长生不死那该多好啊 燕子听了上前说道 上古的帝王认为人死是好事 人得的人死了便得到安息 凶残的人死了 社会就少了祸害 假如古代的人不死 先君就会永远拥有齐国 而您将成为头戴斗笠 身穿粗衣 拿着锄头在田间劳作的平民百姓 哪里还有闲心去担心死呢 景公听了很不高兴 过了一会儿 景公的宠臣梁秋巨 驾着六匹马拉的高车奔驰过来 景公问左右的人说 是谁来了 燕子回答说 是梁秋巨 景公问 怎么知道是他呢 燕子说 大热天驾着车子飞奔 轻则会把马累伤 重则会把马累死 能干出这种事的 不是梁秋巨还有谁呢 景公说 梁秋巨和我是相合的人啊 燕子说 他和宁只能说是相同 不是相合 所谓相合 应当是君主甜 而臣子就酸 君主淡 而臣子就咸 现在梁秋巨甜 而宁也甜 这是相同 景公听了更加不高兴 转过身子不理燕子 君臣又晚了一会儿 渐渐地夕阳西下 也母降临 景公看着远方的天空 突然一颗彗星划过 景公认为不吉祥 又招来博长千 让他祈祷祭祀 以便消除灾害 燕子也在场 他反对说 不能这样做 风雨不调 彗星显现 这是上天的告诫啊 君主的行为不端正 政治不清明 就会出现灾疫 宁如果推行礼乐 而接受谏言 任用闲人 赤退小人 即使不祈祷 会心也会自行消失的 景公气得脸都变了色 后来燕子得病死了 景公再也听不到 别人的谏言 他才感悟到燕子的一片忠心 他感叹地对臣下说 唉 以前我与燕子一起出游 他一天中三次见责我 现在他死了 有谁还能像他那样劝谏我呢 我失去燕子就完了